委员好 这个智慧警啊 智慧队 在这个隧道中间啦 他们可以这个很快的把火灭掉啊 那我们也都相信 但是我们现在事后去看啊 发现智慧队在训练的时候啊 都是用灭油盘 灭油盘在这个 这个也是消防单位提供给我们的了 对 那现在就说啊 他没有那个实际的火灾发生的浓烟 所以这一次就出状况了啊 我们看到这个媒体报道里面 有些司机里面有一个司机啊 他是这个啊 救了死一个人的一个司机 他就讲嘛 这个啊 吴建成司机 他说他听到这个爆胎的具象 以为是他自己的车子爆胎 他停车检查 不到两分钟 浓烟来的又快又猛 他几乎不能喘气 然后有些人像他这边跑过来 那个跑向他的人更喘到没有力气 好像吸不到空气 他说隧道排烟系统有发挥功能吗 那我们去行控中心听简报说 说有 但是呢 老实讲啊 我是觉得说 像白朗峰哦 那个欧洲白朗峰隧道不是发生事故吗 死了39个人 我去请教赵刚前消防署长 他说事实上有时候浓烟比火还危险 很多人是先被浓烟呛死的 所以这吴建成他就讲嘛 他说几乎不能喘气啊 好像吸不到空气 没有啦其实我们对这些司机其实都有训练啦 送到这种情况他要往上风处走 不是顺着烟走了 他这一次我们所有录影带这些 我们都分析得非常清楚 有经过训练的司机是 葛马兰跟首都的司机对不对 葛马兰 首都的司机他是在后面 我知道但是 隧道内这么多司机就只有两个司机 葛马兰跟首都受过你的券 其他人都没有嘛 都是小交车 对 这个首都的司机他是在往上风处那边疏散了 但是葛马兰他是往下风处疏散 那是整个烟排的方向 那个走势就不对了 他应该逆向走 他应该带着人逆向走 部长我在雪睡通车的时候 我就不断不断的跟我们交通部联络 拜托一定要不断的广播 除了广播大家开快一点 什么不要什么维持车距 一定要广播遇到事情 要停车 把钥匙留在车上要逆向逃走 对了 但是我们到后来就没有在广播了 这次在讲说请开快一点啊 请维持车距啊 跟委员报告 我们这一次录影带分析的非常清楚 所有上风处的车辆 他开始的时候停车停在中央 后来我们在广播说请他停到路边 他们也都做了第二个动作 停到路边下车 部长这个我都知道在行动中心我都听过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 你平常没事你就要一直广播 进到雪睡 我之前啊我还记得当时是跟我们简报啊 这个呃通车之前跟我们简报说 不论你收听哪一个广播天台 进去都会自动变成是收听我们的雪睡 但后来没有只剩警广嘛 那但是进了警广很多进到那个隧道里也不开 可以可以把其他所有都涵盖掉了 也不开都转换过来也不开这个也不开那个广播的人就听不到嘛 那当然我们将来我们会把这一部分再加强了就希望大家进隧道就像最近隧道开灯一样进隧道请你打把广播打开 我们会把这个也作为一个检讨项目 广播打开而且广播内容一定要强调一旦出事的时候车子停靠两边你不要说停靠到中间 等到你们广播的开始去改成两边那还好还有时间停啊不然全部塞在中间你救消防车救护车都进不去了啊 好那停两边逆向逃生这个绝对一定要讲 你们不要平常就是那时候我就打扁门外我靠电话 一辆跟你们说现在进行什么好那赵高署长还跟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欧洲白朗峰事件之后呢 那个白朗峰隧道事件之后呢那个欧盟的那个消防法规都改了就是长隧道一定要用水务式的消防设施 那那天因为我在行动中心一直听你讲说洒水好设施那我是觉得说洒水跟水务式的我希望再确认一下就是我们未来装的好是这种水务式的 因为有学者专家告诉我说事实上当时就建议要装自动洒水的水务式的系统但是因为呢价格比较高后来就没有这样做啊 那我是跟委员报告了我都了解当时所谓水务式的这种这种设备当时在消防界还有争议啦所以当时没有采取啦那到现在为止大概这个争议已经有共识啦所以我们交通部的规范我们已经改了 但是雪隧因为相对来讲是在我们规范修订之前建的隧道所以他目前现在也在研议怎么样针对这个老隧道既有的消防设备 所以你们要装自动洒水水务式 对这部分我们正在研究因为要装那个东西要有其他相关的配套的啦我们看看整个整个整个这个事情如果要执行要怎么执行现在已经在一个规划状态好不好 因为赵刚前署长给我的资料是说这种水务式的那个粒子是大概400微米非常的小他那个气象冷却作用非常的好而且呢他在这个遇到热的时候气化他的那个蒸汽气体膨胀会将火源四周的空气推开时的氧气浓度降低可以达到抑制火源的效果 而且呢他那个火场气流扰动的现象他还可以有助这个扰动就是烟雾状的水会吸收从火源散发射出来的那个散放出来的那个辐射热可以防止他向这个四周延烧啦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这个要赶快赶快去那个研你啦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跟你们要资料就是说这个那些那个喷流式跟轴流式的那个风机到底他那个位置是在哪里 我要那个那个位置图然后是哪一个风机几点几分开始启动 那因为你们说有13台的那个轴流式的风机正在保养嘛 那我请教学者专家他觉得说你们才40台 为什么一下子保养13台 是那13台里面有一些根本就是故障 你们没有啦跟委员报告啦 最主要中间因为我们在修一个树井啦 跟那个树井相关的就有8台啦 因为树井没有修好那8台即便他是不需要保养 但是也不能启动啦 那整个规范上来讲他的设计规范是只要有一半 可以可以启用他他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这个通风的效果就可以 就可以就可以达成了 所以所以呢事实上我的了解了哈 那个里面那些通风的设备 他整个是会随着你 你有哪几个管用哪几个开 他会有电脑来控制他的大小啦 然后整个串联起来他所发生的效果就跟 这个这个正常应该发挥的共同一样 那个部长提供资料提供给我 我们可以提供相关资料 好谢谢谢谢